你养我就要负责 又不是我让你生我的 三十岁一事无成 回家啃老 被父亲赶出家门 他竟将亲生父母告上法庭 状告不养之罪 希望国家有这么个明确的法律 不必老是说什么18岁 或者什么就可以不养的 或者怎么回事 如果没有人的话 就一直找个一辈子 找个去死呗 你既然说生死负担 你早就会做 何必当初干嘛一宝 什么算的 眼前这个男人名叫匡正轩 三十岁 2003年跟随父母 从老家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 来到湖南长沙 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 一会儿学木工 一会儿学理发 那师傅总是故意刁难我 学了半个月就走了 由于没有好的文凭 又无一技之长 他能找到的 只有些简单的体力活 前些年曾做过饭店传菜员 工厂基建工人 工地搬运工 但最终都因为太累而放弃 没有一样工作超过三个月 几次尝试下来 邝正轩认为体力活干着太难受 很不舒服 就这样游手好闲几年后 他终于找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 在美术学院给学生当临摹模特 不用动还不用站 邝正轩十分兴奋 干得得心应手 结果没过几天 他又双弱弱 感觉不适合自己 认为模特太累 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 而且工钱很低 还不稳定 一年也就几百来块钱 根本不够养活自己 思来想去 他决定当演员 梦想成为朗朗 最好还是躺着随便一眼 就能赚钱那种 啥 冬天下河里拍好几遍 那不适合我 我可能受不了 身为一个四肢健全 智力没有任何问题的正常人 邝正轩一直没有固定工作 成家谈不上 梦想更是遥不可及 对此男人直言自己很倒霉 要机会没机会 要运气没运气 明明自己比同龄人长得帅 长得高 有礼貌又懂事 能力也比他们强一点 人家都讨到漂亮老婆了 如此优秀的自己 却倒霉透顶 没有成家 邝正轩四来想去 认为自己唯一的缺点 就是干不了同龄人体力活 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 而且家庭条件太差 命运不公 才导致他没有机会娶妻生子 努力向梦想迈进 不是我不努力 而是没有机会去努力 如果我娶到老婆 就努力挣钱养家 当然 那些体力活我肯定做不了 如果他能养活我肯定最好 如果不能 就另外想办法嘛 此后 邝正轩想了无数办法 想中彩票 想找个好工作 想讨个有钱的老婆 都想过 都试过 都努力过 但他的努力 始终没能帮他走出现实生活的困境 慢慢的 邝正轩感觉工作不适合自己 唯一能做的就是混日子 过一天算一天 后来干脆回家 和父母窝居在15平米的出租屋里 全屋上下 也就电饭包 电风扇的几个小家电 反正我爸苦力活干得得心用手 比我挣得多 对他们来说也不算怎么辛苦 我又干不了那样的体力活 我没能力 父母有能力 何乐而不为呢 回到家 邝正轩整日游手好闲 躺在床上吹着风扇玩手机 睡觉 父亲则顶着烈日 在工地上给别人打零工 母亲常年卧病在床 需要大量医药费 一家人的全部开销 全靠父亲每月3000多块的收入 看着儿子烂泥扶不上墙 父亲曾试着带他一起干苦力 但邝正轩死活不肯做 一打电话就是要钱 老邝忍无可忍 一气之下将儿子逐出家门 希望用这种方法 让他自立起来 找个工作看清现实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邝正轩竟然直接将亲生父母 告上法庭 我这不是肯老 而是我没有能力 你生了我就该养我 现在不负责任 竟然还把我赶出家门 我要告你们 并扬言 要国家出一个明确的法律 儿子没能力养活自己 父母只要活着就要负责 要一直养到死 否则就告他 惩罚他一下 在他看来 生孩子就像开盲盒 如果生个有出息的 那就皆大欢喜 父母孩子都开心 省事 如果孩子不成才 没出息 父母就要承担后果 只要不犯罪 就该一直供养 生这世界上 又不是我主动选择的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父亲老累纵横 认为儿子是被妻子惯坏了 从小到大 打不得骂不得 觉得孩子小 没力气 做事不太灵活 就什么都不让他做 当时自己又忙于工作 疏于管教 才走到今天这般田地 看着父亲在一旁啜气 邝正轩毫不在意 敲着二郎腿 摊在沙发上 心里满满都是恨 从小到大 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 后来打工 存了三千块工资在他那儿 给了一千 其余两千 时时不还 一直催到最后才给 父子俩争吵不断 无法调节 眼看状告无果 他将自己的颓废 怪到父母取的名字上 邝正轩 原名 邝贤波 用当地的方言来说 就很容易听成 邝钱包 他觉得自己的名字 像个诅咒一样 才导致自己 厄运连连 父母无条件的溺哀 表面是蜜糖 实则 慢刀子割肉 与其说是啃老 不如说是 敲骨吸髓 蜜罐里长大的孩子 终究会吃社会的苦 最终将社会难以包容的压力 专嫁给年买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